美国总统欧巴马15号在白宫宣布 由于阿富汗局势仍然不稳定 将暂缓从阿富汗的撤军计划 明年维持9800名部队的规模 协助阿富汗军队的训练 直到他们有足够能力对抗恐怖分子 由于结束长达14年的阿富汗战争 和撤离住阿富汗的美军 一直是欧巴马任内重要目标 不过新计划省的目标无法如期实现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对外宣布 根据他们拦截到的IS内部情报显示 受到俄罗斯的空袭影响 导致IS武器弹药和补给缺乏 因此他们已经开始从叙利亚境内撤退 由于美国同时间也在叙利亚进行空袭任务 10号两国飞机甚至在空中彼此靠近 美方为了避免意外冲突的发生 要求双方必须达成空中安全协议 但目前两国还是在叙利亚各自作战 没有达成合作共识 缅甸政府15号和8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签订全国停火协议 希望减少境内军事冲突 政府将在90天内和签署团体展开政治对话 讨论如何监督停火 由于8个少数民族主要都是在缅太边界的叛军 还有7个在缅中边界的叛军组织没有签署 因此全国停火的目标还没有达成 总统邓声表示将持续说服盛夏团体加入 为缅甸未来的和平努力